在俄罗斯叙利亚联军解放了南部的德拉省地区之后,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布就成了众矢之地,这里依然居住着300多万人口,其中叛军的数量就高达6到8万人。 这些叛军受到美英法、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国的支持,装备非常精良,作战经验也很丰富,为了尽早消灭这些叛军武装,逊俄联军日前集结了十万大军对其发动了最后的攻,如果伊德利布解放的话,那么叙利亚境内所有叛军都将被消灭。 据报道,事实上西方国家已经明白,在叙利亚的战争已经失败,美英法等国花了大力气,复制的叛军也已经是穷途末路,虽然近期美国方面威胁着要对叙利亚进行武力打击,但是却遭到了叙俄两国的无视,叙俄方面博视着,美军夺取了成千上万叙利亚人的生命,还比互残忍的恐怖分子, 正是由于美国的进入,叙利亚的内战才会持续七年之久。 在战争胜利在亡之际,逊俄联军绝不会停下进攻的脚步,将会集中一切力量并提供预议,彻底消灭叛军。 虽然美国的表态依旧非常强硬,但是美国的盟友却已经不再抱有幻想。 日间法国外长公开表示,叙利亚和俄罗斯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, 现在就算美英法等国出兵,对战局已经无济于事,随后法国方面迅速进行了补充,表示如果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话,法国依旧将追随美军发动空袭,但是所有人都明白。 这不过是强称密子罢了,俄军方已经获获了准备在叙利亚制造化武器机闹剧的计划,并缴获了大量从国外运入的氯气等化学制剂。 军事专家表示,虽然美英法等国不断放出狠话,但是续俄联军的进攻却不受任何影响。 目前俄罗斯派出了二十多艘军舰,在地中海东部举行实战演习,就是为伊德利部战役保驾护航,将美国东北约国家的军舰和设利亚隔离,迫使后者无法从容发射导弹进行袭击。 可以说,俄军充分析取了今年四月份美英法空袭的讲述,这次直接全力以赴进行阻止,从现在的效果来看,美英法军界都被迫远离叙利亚沿海,这无疑说明俄军迎得了这一轮的美俄对抗,相信叙利亚在不久之后也将迎来真正的和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